大家好 我是大聖 白菜不要再炒著吃了 80歲老爸問我教我這麼做 往裡面打入4個雞蛋 出鍋瞬間變成一道特色美食 營養又好吃 一起來看看怎麼做的吧 首先我們來準備一顆大白菜和4個雞蛋 把雞蛋清洗乾淨之後 先放一旁備用 然後把白菜的根部切去 不要再把白菜的葉子 像這樣一片一片的掰下來 然後改刀切成粗色的細絲 也不用切得太細 出去均勻一點就可以 全部切好之後 裝出大一點的碗中 往裡面加入一小勺鹽 然後用手充分的做拌均勻 抓鹽之後先放一旁醃製10分鐘 把多餘的水分醃出來 準備一個西紅柿 打上石花刀 然後倒入開水燙一下 等一下好去皮 接下來準備半個去皮的胡蘿蔔 先改刀切成薄片 然後再改刀切成細絲 最後切成胡蘿蔔冰 全部切好之後 裝入碗中備用 再準備半個青椒 先切成細絲 最後切成青椒丁 切好之後 裝入碗中備用 準備半個紅椒 把紙去掉 這樣吃的時候就不會覺得辣了 然後先改刀切成細絲 最後切成小丁 切好之後 裝入碗中備用 再來準備一根黃腿腸 先改刀切成細絲 最後切成小丁 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 再來準備幾瓣大蒜 先改刀切成薄片 再改刀做成蒜末 做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 再來準備一根洋蔥 先對半切開 再改刀切成洋蔥絲 最後切成洋蔥丁 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 把燙好的西紅柿取出來 砌皮之後對半切開 再把中間的地切去不要 然後再改刀切成小塊 最後切成小丁 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 把鍋燒熱 加入少許的食用油 油熱之後 把蒜末加進來 翻炒出香味 炒香之後 再把洋蔥丁也加進來 繼續翻炒均勻 炒出洋蔥的香味 然後再把西紅柿也加進來 快速翻炒均勻 把西紅柿的湯汁炒出來 翻炒一分鐘左右 再加入一小勺鹽 兩勺白糖 適量的胡椒粉 最後加入一大勺番茄醬 繼續翻炒均勻 讓所有的食材都充分融合在一起 翻炒一到兩分鐘左右 炒至湯汁變粘稠 像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盛出 裝入碗中備用 這樣一個簡簡單單的 披薩醬就做好了 最後我們的白菜已經醃好了 然後倒入多一點的清水 讓白菜清洗一下 洗去表面的鹽分 這樣吃的時候就不會太鹹了 洗乾淨之後 控水撈出來擠乾水分 盡量把水分擠得乾一點 擠乾水分之後 再給它稍微切一下 切得碎一點 切好之後 加入大一點的碗中 然後倒入四個正經的雞蛋 雞蛋的數量可以根據自己家的人數來決定 然後用筷子充分的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 再把切好的配菜全部加進來 再往裡面加入一小勺鹽 一勺胡椒粉 用筷子充分的攪拌均勻 讓所有的食材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然後再往裡面加入一大勺的普通麵粉 繼續攪拌均勻 攪拌至沒有乾麵粉 像這種粘稠的菜糊狀就可以 先放一盤配用 然後鍋中加入少許油 油了之後把菜糊倒進來 用層子把它整理成圓形 開強火慢慢煎 煎兩分鐘左右 煎至底部定型 再利用一個盤子給它放個面 然後放回鍋中繼續落 再把炒好的披薩醬 用勺子給它平鋪在表面 薄薄的一層 像這樣子就可以 最後撒上一層芝士碎 芝士碎可以多放一點 這樣做出來會更香 最後沿著鍋邊淋一勺的清水 這樣不容易涂鍋底 然後蓋上蓋子 小火焖5分鐘 5分鐘之後我們看一下 哇好香啊 然後用鏟子在鍋的四周 滑上一圈 這樣就可以出鍋了 一個簡簡單單的白菜披薩就做好了 白菜這樣做真的太香了 白菜的清香 和芝士的奶香在口中明爛 比外面買的披薩還香 做完原來這麼簡單 快收藏起來試試吧 關注我每天一起做一道菜 你也是大廚